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DK 今天为大家讲述的历史名将士 设立集民围兵制度 与范仲淹率军防御西夏 两朝顾命的定策元勋韩琪 韩琪自治规,好干颂 向州安阳县人 近荷兰省安阳诗人 北宋时期的政治家、词人、军事家 韩琪出生于士患之家 四岁时父亲去世 此后有几位兄长抚养成人 长大以后已能自立 有远大的志向 为人端重寡言 不喜嬉戏,学问过人 韩琪为天圣五年的禁士 历任降座奸臣 开封府推官,幼斯健等职 曾一次奏罢载职四人 还奉命救济四川基民 自锦幼五年,公元1038年起 原臣服宋朝的西平王李元浩 称帝建立西夏 公开与宋朝对抗 使得与西夏比宁的陕西地区 形势非常吃紧 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 韩琪刚从四川回到京城 就向朝廷详细剖析了陕西边界形势 随即被任命为陕西安抚使 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正月 李元浩大举围攻延州 首将刘平十元孙在三川口兵败被俘 镇守延州的范雍降职塌掉 含琪大胆推荐因剑影捧党罪名 而被贬至粤州的范仲淹 他在上奏给宋人中的奏章中说道 若设彭比,勿国家事,当足足 又为被诬陷的刘平的宗族子弟申冤 五月,韩琪以疏密职学士 与范仲淹一同被任命为陕西金略安抚 招讨赴使,冲荡安抚使下耸的副手 韩琪主持靖元路,范仲淹主持夫延路 在对西夏用兵的策略上 夏索,韩琪和范仲淹三人意见分歧 韩琪持强硬立场,立足攻策,与下军结战 他认为,拖延时日,财政日拙,难以支撑 况且分兵诸禄容易被各自击破 不如并出一道,骨刑而前 趁贼交度,破之避矣 范仲淹则主张持久防御 在加强军备的前提下,衬遍基塔 不赞成深入敌进的进攻战 夏索难以定夺 击派韩琪引珠到开封以攻守二侧进城朝廷 请宋仁忠定夺 宋仁忠幻想一举解决问题 于是决定采用韩琪的攻策 并下诏敷延靖元两路会师 定期于庆立元年正月进攻 后来经过范仲淹的请求,改为春暖出师 清理元年春 李元昊在四季恭送前向宋军炸河 被韩琪识破 他命令诸将严加防守 二月,李元昊率十万大军进攻魏州 直闭怀远城 韩琪闻讯,急派大将仁福 领兵一万八千人 以桑夺为先锋,前往抵御进行主击 宋军兵败好水川 虽然不是韩琪亲自指挥 但贸然出兵用人不当,也难辞请就 战后,朝廷追究败军之职 撤去了下耸的职务 韩琪和范仲淹也被调职他用 韩琪被降为右司舰之秦州 范仲淹被降为户部员外郎之耀州 十月 宋亭分陕西为秦凤、靖元、桓庆 敷延四路 各自设置率臣 其中韩琪兼任本路马步军都部署 经略安抚援边昭陶使 清理二年 公元1042年4月 朝廷为四路率城换职为观察使 范仲淹等三人均不肯接受 只有韩琪同意受任秦州观察使 润九月 宋军又大败于定川战 大将葛怀敏战死 主持靖元路军务的王延被降职塌掉 十一月 朝廷任命韩琪恢复旧职 任陕西四路靖略安抚 招逃使 与范仲淹囤住靖州 共守西锤 当时 在陕西的东兵 是根据禁军素位改编而来 不赖劳苦 韩琪奏起 增添土兵 带其束手 又驻德顺军 以作为销关 明沙道路的屏障 自郝水川败后 韩琪幸福范仲淹的手艺 二人同心协力 互相伸援 由于二人守边疆时间最长 有民众一时 人心归附 身为朝廷已信 故天下人称他们二人为韩范 西夏在战争中虽然多次获胜 但是损失也很大 人心厌战 民心沸腾 于是 夏宋开始转入 旷日持久的庆历一和 在边界形势稍趋缓和的情况下 庆历三年四月 正在谋取横山归河南的韩琪 与范仲淹一同调回京师 同任疏密赴使 与范仲淹 傅碧等人主持庆历新政 此年七月 韩琪上奏 论被遇七十奏 认为当务之急有七件大事 一月清正本 二月练编辑 三月着才贤 四月备河北 五月故河东 六月收明星 七月迎洛邑 接着又陈述旧臂八次 即选降财 明暗查 封财利益 恶侥幸 尽能力退不财 紧入官去冗时 面对北宋中期 鸡贫鸡弱的国势 韩琪提出了以整顿力指 选拔人才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措施 与同年九月 范仲淹在打手照 调成实事中 所列出的十项改革方案 基本一致 切中实弊 八月 范仲淹任参之正事 复辟为疏密赴使 积极推行各项新政措施 同年陕西大汉 鸡民纷纷加入了张海 郭渺山等人领导的农民起义军 由于农民起义军来势汹汹 宋仁州命令韩琪宣服陕西 韩琪调集了西北山与山地作战的官军 迅速镇压了这起农民败乱 同时 鉴于灾情严重 还采取了一些果断措施 比如 选派官吏吩咐各州县 发放官僚政绩基民 免除一些科捐杂税 考察官吏选嫌业能 罢黜拥漏之人 并在军队中淘汰了一万多位 老弱不堪的士兵 以减少用度 他不但大举修缮了敷衍路的承载 还认为应该等到西夏同意归还 侵占宋朝的土地之后 再行议和 清历四年春 韩琪宣服陕西回到开封 五月上陈西北边防防守四策 认为 经当以和好为权宜 战首为实务 请善甲立兵 营秀都城 密定讨伐大计 清历五年 公元1045年正月 执行新政的杜衍 范仲淹复辟 全部被贬职出巢 新政失败后 韩琪自寝出外 立之扬州定州并州 韩琪在地方是治军有方 李明德法 史书称道 所致设调教 弃奴领 治武库 劝农心学 人人乐其凯蒂 清历八年 公元1048年4月 韩琪又移之定州 建安福时 敬畏资政殿大学士 又驾官文殿学士 定州久为武将政省 士兵骄横 军绩松弛 韩琪到任后 首先大力整顿军队 采取恩威病师的方法 对品行极其恶劣的士兵 果断诛杀 而对以死攻占的 则予以重赏 后来 他又研究唐朝名将 李靖的兵法 仿作方元瑞三政法 命令将士日夜操作 结果定州军 精进冠绝和说 定州的侠境与契丹接壤 临边的天池庙 在今天的林武西南处 还有山西的杨武寨等地 被契丹冒战 韩琪派人与契丹的 求豪交涉 收回了这些地方 并立时为戒 并且加强防御 家幼元年 公元1056年7月 韩琪被召还为三思使 八月 拜书密使 同平章使 宋殷宗时期 韩琪参与调和 帝后矛盾 确立楚寺之位 宋神宗继位后 韩琪坚决辞相 连判永新军 向州等地 王安石变法后 他屡次尚书反对 雷冠永新隐杰度使 守司徒兼侍中 封决为魏国公 西林八年 公元1075年 韩琪去世 享年六十八岁 宋神宗在禁院 为他汗枯举哀 又挫曹三日 即日 赐琪加银三千两 卷三千匹 并下诏允许韩琪 配向宋殷宗妙庭 特赠尚书令 赐氏号中谢 随后发兵为其注目 并亲自撰写到墓碑 两朝顾命定策元勋 宋徽宗时期 朝廷追论韩琪的功劳 嫁赠韩琪为魏郡王 宝清二年 公元1226年 宋李宗图画二十四功臣 项于昭勋阁 韩琪名列其中 清圣祖康熙六十一年 公元1722年 韩琪与历代功臣四十 重赐历代帝王庙 清文宗咸丰初年 韩琪配享孔庙 韩琪为相十载 辅佐三朝 为北宋的繁荣发展 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于复辟并称为复寒 北宋政治家 文学家 史学家 欧阳修赞起 临大使 绝大义 随身证悟 不动声色 错天下于泰山之安 可谓涉己之臣 其吻瓷器典中 为师不适雕琢 自然高雅 功于书法 尤善证书 家中据书上万卷 在安阳住有万级堂 今天还有安阳级传世 总的来说 韩琪仍然是 北宋中期的一名贤相 韩卫功集序 译称 功力士三朝 辅策二朝 功臣设计天下后世 儿童走足武 改目其名 这是后人对他的评价 也是对韩琪本人的 真实写照 好了 今天历史名将的故事 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喜欢 请点赞订阅收藏 祝您有愉快的一天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 请不吝 이건